偶爾會有人稱我為張鈞透 我是台灣黑熊防疫協會常務理事 目前也是平科大的黑熊研究人員 我想提案的是台灣黑熊碰爆及諮詢平台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呢 第一個是台灣黑熊它的數量非常的稀少 所以研究資料要收集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再來就是我們希望可以鼓勵公眾的參與 這個是公益科學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希望可以結合學術研究 防疫推廣還有政府的管理三個面向 把它發展成一個可以多條件 整體多類型資料的保育工具 就是最終目標就是要促進五種的保育 那一般人想要通報可能是會想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轉角遇到熊 但其實這個情況是非常的罕見 大部分的情況是在山上可能會發現熊的痕跡 像是樹上的爪痕或者是地上的腳印 或者是熊的大便 那偶爾會有黑熊跟人類的生活範圍 就是有交集的時候 像是黑熊可能會進到山屋 或者是黑熊可能會中了要抓山豬的陷阱 或者是黑熊可能會進到農舍 就是吃雞或者是資料等等 就會這些事情就會容易附上盤面受到關注 然後其實台灣黑熊協會 所以日本就有一個既有的平台 這個是2017年我們成立的 那至今我們總共在這個平台上有105筆的通報資料 那其實我們認為實際上的數字應該是更高分的一些 那這個平台有一些缺點就是需要被改善這樣 對像是這個是我們在這個平台上得到的一些資料 我們手動用GIS的軟體整理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平台剛剛提到會有些缺點 譬如它使用的體驗可能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讓填寫的音樂降低 或者說它的這個平台填寫的機制是有缺陷的 以至於我們常常在後台要一直去校正那些數字 那我們期待的平台是什麼樣的情況 大概像這樣子 我們希望它可以方便任何人通報 而且要簡單好玩 然後它可以直覺化視覺化的呈現 那這些資訊也可以適當的跟公眾分享 那再來我們也希望它的後台可以讓研究者 或者是政府相關單位的人員 可以用不同的條件去篩選多類型的資料 譬如問卷照片或者是地理資訊等等 然後希望它可以有助記修改資料的功能 那其他類似的專案還有像是地球公民的農地圍張工廠 然後台灣的知名的鹿沙社等等 然後我們其實兩個月前有提案過一次 只是那時候剛好我有事沒有參加討論 那謝謝很多朋友後續有參加我們討論 我們有一些資料整理在這個上面 大家或許可以看一下 那最終我們希望這個層次相關的資料都可以開源 那它有可能會是全世界第一個 就是完整而且開源的延伸動物通報的平台 所以這個是我們想募集的一些夥伴 謝謝大家 那謝謝台灣有我們通報的平台 我看起來就是我們要做整個網站相關的 所有的專長都在上面 那我們接下來請 我們接下來請